修菩萨界的智慧 今天师父给大家细讲菩萨界 把菩萨界的境界一句一句解释给你们听 菩萨是进入甚深禅定的修持 就是说菩萨进入高境界的时候 已经完全能够定下来了 已经禅修到一定的境界了 而且是很深的禅定修持 有很高的境界 是超越了出地菩萨的境界 禅定不是一般的修持 禅定是带有智慧的定 禅定是有智慧的 修持就是懂得怎么修 懂得怎么把持 必须以佛法的闻思修会为基础 必须学佛的最高境界 要以最高的佛法来对照自己的修为 闻思修会 就是用自己的闻思来修自己的慧根 以佛法最基本的道理 作为基础来修心 广积利益众生的福德资良 已经到了菩萨界了 为什么还要广积利益众生的资良呢 就是你已经是菩萨了 你可以不下去救度众生 但是到了高境界菩萨界 菩萨不是在他的意境中 不只管自己是菩萨 而是要下去救度众生 就像我们准备自己身上的东西一样 这个叫广积利益众生的资良 师父从佛菩萨界下来救度众生 师父必须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到人间来该如何如何修为 到人间来要能堪忍受 能为难事 悲心敏念众生 师父到人间来吃了多少苦 让我从小就体会到人生的无常 到人间来必须准备好思想 准备好资良 资良就是资源 就是一种能量 犹如人间所用的粮食 广积利益众生的福德 就是要把菩萨的礼物带给众生 是什么礼物 就是福德 把福德带给众生 师父带下来的是让每一个人的身体好了 家庭和睦了 生重病的 恢复健康了等等 这就是广积众生的福德 作为菩萨下来 就必须带有佛菩萨的福德 来利益众生 把福德的能量带给众生 才能植入正规的正境 而无障碍 因为你做好思想准备了 因为你是菩萨 你非单自修 不会落入六道轮回 而且你想到的是众生的利益 你的境界是走向佛的境界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资粮 准备好了利益众生的福德资粮 到人间来救度众生 高境界菩萨已经是有这种意念 完全是下来救度众生的 所以境界才能提高 如果想到要帮助下面六道的众生 想得越多越慈悲 能量就越高 果位也越高 就可以直接进入禅修的正境 而无障碍 正境就是意境 当一个人的境界高的时候 是不会有障碍的 比如夫妻一个人念经 一个人不念经 念经的人境界就高 善做好事做功德 而这个不念经的人 就会制造许多障碍 来阻止他人做善事做功德 当菩萨的境界 到了这个正修的境界时 就可以直接破除障碍 进入正修的境界 障碍是怎样破除的呢 如果你站在一幢小房子上面 前面的房子比你高 你就看不见前面的任何东西了 这个就叫障碍 看不见就是障碍 当你爬上一座很高的山顶上的时候 你的前面没有障碍了 就是说 你的境界升到很高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前面全部都是平坦的 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 如果什么都放下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你的境界自然就提高了 障碍也就没有了 破除障碍 站得越高 障碍就越少 境界就越高 人生活的障碍就会越来越少 什么都想开了 看穿了 哇 人原来这么渺小 你们从飞机上 看地面上的房子 汽车等 像不像蟑螂 蚂蚁啊 房子像不像火柴盒子 人多么的渺小呀 因为你在高空 才能看到 人有多么的渺小 如果自己在家里 还以为自己的家很大 很了不起 可是从高空看 就像一个火柴盒一样大小 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这样想 这样看 明白了吗 高境界菩萨是明地 明地就是光明放光 菩萨的境界很高 他的眼睛很清楚 很明亮 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论你们说什么 他的心里很明亮 都很清楚 在听闻正法 闻在这里 是深闻原觉的闻 闻和听 是两个概念 闻 是把你所有的智慧 都打开了 眼见 耳闻等等 就是把你的蹊跷 全部打开了 你的智慧 全部可以放出来 闻 是有智慧的 已经能够明白 你讲的道理了 才叫闻 师父今天 给你们讲法 如果你们听不懂 就叫听 如果明白师父说的法 就叫闻 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深闻原觉菩萨 讲的是这个道 闻 是基本上明白道理了 才叫闻 思维法义 就是菩萨的思维 心想着法界 法界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界 我们在人道理 这个法 是菩萨特指的 这个人间 叫法界 而我们叫世界 什么叫法义 义字 实际上就是境界 你所有想的东西 所有思维的东西 称为法义 就是说 超出这个法界思维的东西 来指导你 法界思维的东西 解悟真理 悟出了自己认为 是真理的东西 菩萨要化解的是 你认为是真理 但不一定是真理 菩萨 菩萨有这个责任 来化解和开悟 比如 有些修行的人很执着 你给他们说 台长的法门 如何如何的好 他认为 自己已经修这个法门了 我已经念这个经了 我怎样怎样的 如果他说 我这个怎么怎么的好 说明 他已经在这个里面了 他认为这个 是正确的 是真理 所以他才会 执着地去追求 一个人做错误的事情 都是因为 自己认为是对的 才敢去做 今天哪怕不开心 对这个人有意见 也是因为 自己认为是对的 对不对 他认为这是真理 然而 菩萨就是要帮助你化解 帮你来开悟 让你明白 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理 为什么学佛学到后来 会走偏差呢 就是因为 以为自己是对的 以为自己学的是真理 就是因为 自己认为都是对的 如果真的是对的 那是有功德的 如果走偏差了 就会造业 这就是 师父给你们讲 菩萨的境界 是解悟人生 帮助化解 让你开悟 为法忘区 为了弘扬佛法 忘掉自己的身躯 舍己救人 然后 依法修行 要依这个佛法来修行 广修福德 菩萨怎么 也要广修福德呢 福德 不是人间的东西吗 为什么到了天上 还要修福德呢 这个福德 是来自于人间 你在人间修菩萨道 就像我们在人间 想学什么层次的学位一样 都是有级别的 在人间 你照样可以修菩萨道 问题是 你修得到吗 修得好吗 如果学修菩萨 没修好 说不定 下辈子就投人了 因为境界不一样 你要求的境界太高了 万一修不成功掉下来 你连基本的学位都没有了 很多人念阿弥陀佛 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念到最后 以为自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以为临终 一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应了 如果在临终前 魂魄出窍 话都说不出来了 连意念都没有了 直觉都失去了 还能念阿弥陀佛吗 这就是 你的业障 障碍了你念阿弥陀佛 这种业障 就是你过去的障碍 阻碍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因为你在人间 没有把这些业障 全部消除 所以就不能达到 等你走的时候 一念阿弥陀佛圣号 佛菩萨就来接引你 佛菩萨讲的 当你临命中时 念阿弥陀佛 是有资格条件的 你临命中时 开开心心 无债无病 那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才能上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做了很多坏事 业障深重 心想 当我临命中时 只要一念阿弥陀佛 就能往生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没有因果可言了 业障深 债没还清 能上得去吗 比如 你在悉尼欠了人家一百万 你逃跑了 但是不论你逃到哪里 都难逃法网 师父现在 传授你们的心灵法门 就是要你们自己 消除业障 还清债务 才能把家归 这个家 就是佛国 所以阿弥陀经中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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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